傳統的做法是我們就開始想說 第一個用fine怎麼做 再用mid再用iflare 但如果你會做就做 如果不會的話再用chargb也ok 第一個當然如果假設我今天用fine函數 應該fine這個函數很重要 如果你不會用我是建議你至少要知道fine的使用方法 那你第一步就插入函數裡面找到類別 它是在文字類 那根據文字裡面的話你就找到fine這個函數 那它的參數總共有三個 一個是你要找什麼字 第二個是去哪邊找 第三個從哪個字開始找 那第三個參數如果你假設沒放它就從頭找 不過理論上應該從頭找的機率比較 除非說你有特別的位置要略過 那你就可以給第三個參數 那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它這個fine是區分大小寫的 也就是大寫跟小寫它視為不一樣 ok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假設大小寫不想區分的話 我想要假設大寫跟小寫視為一樣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fine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另外一個 在那個文字類函數裡面有一個叫search 有沒有search的話是大小寫視為相同 如果假設你是找的是中文字或瓜糊那就沒有影響 用哪一個都可以啦 你說search用fine其實結果一樣啦 ok 只是說因為大家比較喜歡用fine 為什麼因為fine 只有四個字嘛打字比較快 如果用search要打五個字 所以有的人 我發現現在大家都很懶 因為大家不喜歡記太多 記越少越好 所以我上課鏡可能我先告訴你們哪一個 是可以記最少的方法 如果記太多我盡量幫你們過濾掉 所以你留下來就是最簡單的 好那fine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三個問題 那你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要找什麼 找錢瓜糊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錢瓜糊它有分全形跟半形的 你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應該 一點點那就是半形的 那如果假設它很寬喔 它佔兩個字寬 佔一個中文字寬的話 那應該就是全形 全形跟半形不一樣喔 OK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我們就輸入一個半形就好了 OK 然後這邊的話 去哪邊找 去 A3裡面找 那第幾個字開始 第一個字 就是保持空白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不從 B2開始 輸入公式呢 因為B2裡面 A2裡面又沒有刮弧 你沒有刮弧 你做一定失敗 你失敗你就不用做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要練習的時候你要從有刮弧的地方開始 你不要沒有刮弧你開始 那 你是至少 至少麻煩的啦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有沒有找到 當然你不按確定之前喔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平常可以先看一下這邊啦 如果這邊有 有表示對了 如果假設 沒有那表示可能是刮弧是 全形半形 的問題喔 OK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找到了第三個字 當然如果你說從A2你就把 這個空點向上填滿的話 你說老師為什麼他這個地方會出現一個 警字號開頭後面加一個Value驚嘆 那這個只要在Excel裡面是警字號開頭的喔 就是所謂的錯誤訊息 所以意思是說 有錯誤喔 什麼錯誤 他後面會 給你簡單的敘述 Value就是資料裡面有錯誤 OK還給你一個驚嘆喔 OK 那你說是怎麼會這樣喔 其實道理很 直白講啦 就是你叫他去Find對不對 結果你給他的資料裡面啊 比如說你叫他去找什麼 找刮弧 可是你給的資料裡面有沒有刮弧 沒有刮弧 所以他告訴你說 你不是叫我去找刮弧嗎 可是為什麼你給我的資料 卻沒有刮弧啊 OK 所以這個就錯誤訊息啦 再來的話其實這樣應該已經很接近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要把這個公式 加上Mid的話 那第二步我可以先把這個公式減下 不包含等 然後再插入第二個公式叫Mid Mid的話是從中間取幾個字 所以 這個A3再給他 那從哪一個字開始 開始字 這邊貼上 就貼這裡 加1啦 因為我要從 刮弧的下一個字開始取 取幾個字 取5個字 所以你說5個字 可是問題如果你這邊輸入5 當然這個地方是OK 可是你向下填滿就不OK 這4個這3個那一定錯啊 可是問題怎麼辦 你要用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 又 可以 從第幾個OK 然後又可以取正確的長度 所以啊這邊其實理論上 以後你們遇到這種狀況 不確定長度的 只要知道後面的這個字的位置 減掉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少減1就把他扣掉 那就可以取出 所以 我們在這邊就是先把公式再貼 但是他會先 減掉的 找到的是前刮戶 可是我要後刮戶 那我就把這個 把它選起來改成後刮戶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就出現9 那意思是第9個字減掉 其實應該是9減4才對啦 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這邊在減 減再貼 他就會變成 減掉3 少減1對不對 所以變成6個字 不對啦 我要5個字 所以在減1 這個減1的意思 同學常常卡住啦 其實意思是說 應該我要減的是d這個字 可是我這個地方 除非說我這邊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找d這個字 這個地方可以 可是其他地方就不可以啦 所以你一定還是要找瓜 你要找那個特徵的 你不能找說 你目前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適合啊 別的地方不適合 所以你要能夠全部都適合的 這個規則 所以我們用 錢瓜壺 再減1 就是他下一個字的意思 好 那這樣的話就得到第3屆冠軍 這樣應該OK了嘛 有沒有 所以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 就是先找錢瓜壺 所以錢瓜壺做完之後 再減下貼一次 貼兩次 貼三次 這個地方要改成後瓜壺嘛 好按確定 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有沒有 這OK 那向上填滿的話 本來不OK的還是不OK啦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放一出問題 因為你沒有刮鬍啊 那可是如果沒有刮鬍啊 看起來實在是很礙眼 不過很多人可能會選擇怎麼樣 怎麼辦呢 把它刪掉嘛 然後怎麼刪 按delete 你要delete很久 可是我後來發現很多人 根本就不想管 反正不礙事 就當沒看到 問題 我看到 我覺得 很不 有點像那種資料洁癖有沒有 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不把它動一下手 最後如果你假設 你如果看到有警字號開頭 你不想看到的話 其實很簡單 最後一招就是用 函數 把它過濾掉 那個函數用 判斷嘛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有一個函數叫ifl ifl就是如果發生錯誤 那怎麼做 第一不一樣 把這個公式 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 用那個b2 因為 其實就是過濾 然後把公式減下不包含等號 再 插入一個函數 因為它的類別是在 邏輯 因為要判斷 判斷是不是錯誤 那你可以在ifl的下面一個 有沒有 這個叫如果 這個叫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 所以這個函數很重要 以後如果你看到警字號開頭 你要做什麼處理 就可以用這一個 按確定 好 然後把公式貼上 反正你貼一定貼在這裡 那底下的話 它只會處理 如果有錯誤 你要做什麼 但是如果沒有錯誤 它就會 不做任何處理 就是原來的資料 就一樣出去了 OK 所以如果我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 我要把它刪掉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在Excel 或VBA 刪除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兩個雙引號 這個指的是刪除資料 OK 不管在 Excel裡面也好 或者是 VBA裡面也好 兩個雙引號裡面沒有放任何東西 就是清 清除資料的意思喔 OK 那意思是說把這個 這個什麼 請Value錯誤 幫我清掉的意思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就過濾啦 當然未來如果假設你不要是清除 你要什麼 顯示說 這邊 沒有刮糊 無刮糊 你可以在裡面填 無刮糊 OK 那我們不要 我們就把它清除 按確定 好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好 試一下 所以 這吃一串啦 不過我是覺得 假設你要一次打對 也不太容易 那如果假設你不會啦 你可以 換個方法 直接呢 如果你們等一下做做看 如果做不出來 也不用關係 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你請你 把 ChatDP打開 有沒有 然後把問題 我雲端上其實也有 我已經做過的 那個 範例的 問問題 這邊有個Q有沒有 請幫我撰寫 Excel公式 那這邊就要將A3喔 不是不是A2喔 為什麼 因為A3裡面才有刮糊 A2裡面沒有 有沒有 那你就是把它描述一下 我這個描述的方式 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看到什麼 我打什麼 有沒有 幫我 所以 第一 最剛開始一定是你的需求 因為我要寫 幫我寫 Excel公式 所以開頭 將A3的 這個就貼過來就好了 取出 瓜糊中的資料 有沒有就這樣 這樣應該很直白吧 你就直接把這一串喔 把它 這個 假設我丟給那個 這個 ChatDP幫忙 那它這個時候 我想應該它 很簡單 我想應該不會做錯 這個如果再做錯 這個就不要用了 OK 這也沒什麼用的價值 但是你會發現 它 它不是用MID的 它是用TestMID的啦 這個其實應該也沒有關係 反正結果對就好了 我們打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如果你假設 你要 你實在做不出來 沒關係 你就用 那我另外再開一個 我把這個 複製過來 Ctrl 鍵按住 再加拖拉 我先用這個試試看 所以我要記得是在B3喔 不是 那個 那個 B2 打勾一下 錯誤耶 看一下 這個 A3 所以 所以這個 它還是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它怎麼還是出錯 還是我這個敘述有點問題嗎 不過如果出錯也沒關係 你可以跟它講說 出現什麼錯誤 緊念的錯誤 這樣 你就跟它講說哪邊出錯 OK 然後它就 抱歉 有沒有 它還跟你抱歉 這什麼鬼啊 還跟你 我第一次遇到耶 我自己 之前都是對的 所以這個 CtrlGP最近是比較頑皮的 還怎麼樣 對啊 這個不是有效的 這什麼 我第一次遇到這個 OK 它底下才給你 所以 跟各位講喔 如果出現錯誤 真的 不用緊張 真的你CtrlGP出現一次兩次錯誤 只要你 你把錯誤訊息丟給它 它就會幫你修正了啦 OK 所以你不用 我怕看有些同學就很緊張 然後一直很想說要怎麼打 好像 今天沒有關係 你隨便亂打 你反正最後對就好了 OK 最後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真的有很妙 有沒有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抱歉 CtrlGP居然會跟你抱歉 然後試一下喔 把這公司再輸入一次 打個勾看看 對了有沒有 向下填滿 向上填滿 OK 然後但是呢 他這邊有出現 僅 僅Value錯誤嘛 你底下還可以跟他講說 出現 僅Value錯誤 他會幫你再修正 Value 如果要答應 你 往下一點 就是要說 串 也對 空拼到 空拼到 空拼在